醒目一响咱们是书开正文 明锐将军率大军呢攻进了缅甸 很快兵就到了穆邦 在穆邦老城啊留下了五千精兵作为两路接应 这五千精兵的统帅啊叫做朱鲁纳 并且在这留了三位文职掌管印务良响 都是谁呢 就是咱们前边提到过的杨重英 郭鹏冲和陈元镇 这杨重英呢是罪臣之子 剩下的二位也是留在军前办差是戴罪立功 在这之后不久啊 这明锐就和缅军开了第一战 这第一战呢算是个开门红 全间这个缅甸的一支骑兵大概有五百多人 这大兵继续向前渡过了大磊江直抵西伯 可是再往前行之不久 可就发现这缅军的大北营了 缅军呢在丛林里的险要之路上啊 建立了十六座连营 据探子来报 这十六座连营里啊 大概有缅兵两万余人 据明锐啊给朝廷的奏报中是这样描述的 登高料望见贼匪甚多 所设十六寨 据数险要 密林之内隐约有埋伏 右键牌有象征 缅甸人搭起来的这种城寨在东南半岛上很是常见 把这木头削尖呢 埋到地下尖朝上 路在外面的部分呢 大概有两丈多 然后呢 再用这个横牌木加紧 用藤条把它勒结实了 下边埋上土 这就是债墙 这债墙里边啊 设有平台 这士兵可以立于平台上啊 对外射击 也可以对外放箭投掷标枪 并且这缅甸啊 还有一种特殊的守城武器 就是腾子边的球 浸上了油之后 点燃了往城外扔 这就是燃烧弹 这防御效果呀 是相当的好 仔细观察啊 这债墙也并不是风雨不透 每隔几根木头啊 就留一刀缝 这士兵啊 也可以从这缝里边 望外射击 这债墙下边 就是深深的壕钩 这壕钩啊 大概其啊 也得有一丈多的深度 这钩岩上啊 密密麻麻 插的全是竹枪 明睿看完这种债墙之后啊 就是倒吸了一口凉气啊 这还别说呀 这墙内有人把守 望外射击投掷缩标 就是没人把守 广是这个壕钩 以及带尖的木炸墙啊 就够人爬一阵子 攻一阵子的了 这些都不算呢 还有象镇呢 这种旁然大物啊 很多这个北方士兵 根本就没见过 这明锐剑呢 也是在北京城的相房 北京城唤仰的大象啊 都是南方啊 诸帮进贡来的 也有呢 是从云贵一带抓获 诶 敬献给皇上啊 就是为了取悦君王 这明锐啊 绞尽脑汁 可能也想不明白 为什么在马戏团里 如此温顺的一个动物 到了战场上 就是那么的凶恶呢 不管怎么说吧 哎 这敌情呢 算是侦查的八九不离十了 这明锐回营之后啊 就把重将官召集到一起 对啊 得商议一下啊 是如何攻债啊 这军事会议一开场啊 就冷场了 没人言语 为什么呢 因为像什么扎拉风格呀 观音宝啊 还有哈国星这些战将啊 都是和明锐一起去登高 眺望敌营的 这前敌战场啊 是什么局势啊 他们心里有数 沉默了半赏之后啊 这哈国星啊 还是首先发言了 按实例讲啊 在这群将军当中 这哈国星啊 还是对面作战经验最多的人 他跟这个明锐说呀 炳大帅 咱们能不能啊 在正面攻击的情况下 派出一只偏尸 绕路登山 在这个敌人完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呀 俯瞰之下 一鼓作气呀 就杀入敌营 明锐说呀 你这事啊 是个好办法 不过可行性很小 昨天咱们这个观察敌营的时候啊 我已经发现了 通往山上的大路小路啊 敌人都设有伏兵 敌人发现你们呀 必然开战 这样啊 起不到突袭的作用 那咱们还就不如直接把力量全集中在这战场的正面 一鼓作气 势如破竹 不攻下敌债 势不罢凶 现在的难点啊 就是这些大象兵怎么解决 这些带尖的竹债怎么解决 用火攻啊 大伙就别想了 自打九月份呢 这大军进兵以来 现在已经十一月底了 这缅甸这天啊 他好像就没擎过 大雨小雨不断 没有雨的时候啊 就是浓浓的重物 这远道而来的八旗兵 算是真正的领教了 什么叫做南方的烟帐之地 搭建城寨的这些木链 本来就是湿的 想点也点不着 要是这天上啊 再给你飘点小雨 哎 那你还就算歇了 想是激发火成枪啊 到时候你都得现想着 现在看来啊 这几轮冲锋之后啊 应该让这贵州藤牌兵 摸到这个寨墙之下 用藤牌短刀 清除掉这些竹籍里 看看能不能啊 把这些寨墙砍出一道窝口 或者是啊 翻墙而入 打开盖门 至于这大象兵嘛 也不难 只要能冲到这个大象的跟前啊 这岳飞大破精兵 铁浮屠拐子马的故事 哎 各位都听过吧 大刀长枪啊 直接抡向腿 我就不信呢 这么大的一个玩意儿 给他剩三条腿 他能蹦蹦着走吗 就是这个主意 明天呢 早开战犯 咱们某时出征 到了第二天早晨呢 天刚放亮 这清军就分了三路人马 分头攻寨 观音宝 长青带领一路人马呀 攻打左翼城寨 扎拉丰阿里拳 带领人马是攻打右翼城寨 正面的主攻啊 由这个明锐亲自带领人马冲锋 这清军的队伍啊 还没攻到山边呢 就觉着这个大地啊 微微的有些颤动 眨眼的功夫啊 对面的肉盾坦克可就开过来了 几百头大象并着牌 封了一样往清军的队伍里冲 离得远了呀 上边的象兵是连开枪在头缩标 到了近处啊 就更显出啊 这象兵的威力来了 哎 这上边的象奴长枪刺下不算 广是这大象自身的战斗力啊 就让人应付不来 这四五尺的长崖上边啊 还套着铁尖 这大象脑袋一蹦愣啊 那就是横滑了 这一片藤白手啊 就应生而倒 刚要站起来啊 这大象的鼻子 把腰就抱住了 卷起来往天上一扔 掉到地下 这大脚部鸭子 可就下来了 好可怜 顺时间呢 这冲在前边的清军呢 阵营就被打乱了 幸亏昨天在赢了呀 早就推演过 这第二轮冲上来的清军士兵啊 手里可就不是短刀藤牌了 拿的全是长毛 上来之后啊 是直戳象腿 那桶子才叫准呢 是直戳关节处 那还别说大象了 什么动物受了这么重的伤 他也得护腾啊 这要是人呢 能坐下揉揉 这大象不成啊 这动物受惊之后 只有一个反应 叫什么反应啊 龟巢 一些受伤不是很重的大象 受到惊吓之后啊 掉过头来就直冲 缅甸的大营 这下完了 好像这橡兵啊 是给清军准备的 这些大象啊 直接冲着木炸就撞过来了 一轮冲击下来啊 这大象有的呢 就死在了这个 壕沟的竹枪下 有的干脆啊 就跑进了丛林不知所踪 下时间的这阵地之上啊 动物的哀鸣之声不断 这会儿的清军呢 可没停下脚步 扎腊蜂蛾 观音宝 以及明锐 指挥清军奋勇突进 各拿下了一座城寨 这明锐一看 这缅军城寨 一共十六座 虽然拿下了三座 再往后看的 那更是艰险 这山势越来越陡峭 从这个地形上讲啊 对这个攻城一方 是越来越不利 并且这回啊 也没有这受伤的大象 来帮忙了 这明锐想啊 看样子 没准就转入了 漫城的攻坚寨 可能啊 连明锐自己都没想到 这战场上的僵局啊 会被一名小兵打破 缅甸人的这种承寨形式 注定啊 这清军的马队是使不上进了 八旗和绿营的马甲 只有在后边啊 远远的瞭望 盯住战场的形势 一旦这缅军呢 派出马队 从侧翼来加攻 攻城的清军 这八旗马队呢 就会冲到阵前去解围 还是那句话 这缅甸的骑兵 和八旗的骑兵 比起来啊 那不是一个档次 几轮下来啊 几百骑兵 以及坐骑的尸体啊 就扔到了阵地上 这缅甸人呢 一点也不傻 知道什么叫扬长必短 既然骑兵打不过你啊 干脆我们就退回到城寨里 好好地守城 骑兵啊 还不出击了 清军呢 是一轮一轮的攻击 虽然很困难 但是这八旗也好 绿营也罢 没有丝毫的怠度 哎 明锐的这会儿 带着这支队伍 士气还是没有问题的 这缅甸人呢 自然也是按照自己的步骤 节奏进行防卫 寨墙上边的牌子枪 埋伏在这寨墙 缝隙后边的狙击手 游击在这个寨墙上边的标枪手 这些呢 都是负责远距离攻击 带到这清军冲到寨墙边上啊 长毛可就从墙里边伸出来了 这缅甸人守家带地啊 哎 都是福地上人 他们这个作战成本并不高 所谓长毛啊 无非就是竹子削成坡尖 下油锅一炸呀 自然就是坚硬无比 从这个寨墙的缝隙里伸出来啊 刺穿清军的甲咒 是一点问题没有 你要是再靠前啊 这墙上还挂着滚木呢 用手臂一样粗的树藤啊 把这个大圆木拴在寨墙上 等到这个清军靠近了以后啊 上边用刀把藤蔓砍断滚木落下 那所到之处啊 那简直就是一片肉泥 最可恨的就是从墙里边扔出来的那种带火的藤球 这种藤球啊 大概啊 和现在的篮球那么大 外边是用藤子编的 里边塞上了椰棕 从里到外 用铜油或者是棕缕油浸透了 用的时候啊 把它放在铁罩的里边 点着了呀 等火势着望 这士兵啊 往城外就甩呀 他里边浸着铜油呢 掉到人身上之后 噗一下子 火油四溅呢 溅到哪儿哪儿 就是一片火 正在焦灼之际呀 这明瑞就发现 有一支清军小队 已经摸到了这个城寨的边上 仔细一看呢 是一群贵州兵 那这明瑞怎么知道是一群贵州兵呢 因为这群藤牌兵啊 跟其他的藤牌兵 穿着铁罩上就不一样 这支贵州来的增援部队啊 叫做虎一藤牌兵 身上的这军衣浩坎啊 都是一道黄一道黑的 从远了一看呢 就像是老虎皮 这藤牌啊 欺上虎头 因为是贵州当地兵啊 手里头也是一人一把免刀 肃长啊 就以这个作战骁勇著称 要说起这个虎一藤牌兵来呀 在咱们书馆里边 这个历史可悠久了 咱们讲亚萨之战的时候 黑龙江大节 这清军呢 就从这个南方 往这个前线 调过虎一藤牌兵 不知道啊 是谁给这康熙皇帝的建议 说这个藤牌手的藤牌啊 能挡住羊枪子 所以康熙皇帝 才把这支部队调到了东北 还有就是啊 一大金川 从贵州来增援四川的部队啊 也有虎一藤牌兵 这不打缅甸 这贵州提督啊 带着虎一藤牌兵 又来支援了 摸到城寨下边的这支小队呀 大概呀 有十几个人 这领头的 就是一个小队长 十人长 连个军匠都没有 大头兵一个 但是留下名字了 这人叫王连 大高个 这个头出了棋了 还别说呀 在南方人当中 就是在北方 这八旗汉子 以及蒙古大汉子身边啊 也是不嫌矮 那他摸到墙根底下 干嘛去了呢 因为他发现呢 在寨墙的一脚上啊 这缅军搭寨木栅的时候 上了点木料 忘了收起来了 就在那堆着 蹬着这些木料啊 就可以喷上寨墙 他觉得 这是一个可乘之机 于是他一马当先 把这个藤牌就背在了身后 把缅刀 别在了腰间 脚底下攒筋 一提起蹭 就上了这个木垛 顺势就爬上了城寨 刚一露头 可就被人发现了 对面呢 就来了一个小个子的缅军 二人四目相对 要是抡个头说 站在平地啊 这个缅甸士兵啊 平时啊 只能盯着这个 王莲的肚脐眼 可是这会儿啊 他可比这个王莲高 因为他站在墙里边的平台上 这王莲的墙 正爬到一半 只露出了脑袋 和半了胸脯子 这缅兵啊 显然吓坏了 从这个墙头上突然冒出了一个轻军的脑袋呀 让他受惊不少 他一打乐的功夫啊 他看见这个王莲往上要窜 于是他手起刀落 一缅刀就劈在了王莲的脑袋上 也不知道是累坏了呀 还是吓坏了 总之这一刀啊 劈在王莲头上 虽然是花花流血 但是啊 这伤势并不严重 劈完了之后啊 这缅兵可就愣在那了 他心话 这人脑袋怎么这么硬 他怎么不死呢 这王莲的顺势就上了城墙 一把X就把这把免刀夺过来了 回手扑 一刀就把这个小兵砍翻在地 这也算是啊 给自己刚才挨着一刀啊 报了仇了 翻上这个城头之后啊 这王莲可没在寨墙之上待着 直接啊 跳下了寨墙 在敌营当中呢 左突右杀 转瞬之间 几十个免兵就死在了他的刀下 那不是他一个人呢 后边还跟着他的小队 他的战友呢 这些袍泽兄弟啊 也纷纷翻进了寨墙 这王莲的一看有人接应了 赶快就突到了这寨墙边上 用手里的免刀砍断了墙上 绑扎了藤蔓 用肩板啊 生生的把立在土里的原木啊 拱开了一道口子 那外边工程的清军是干嘛的 见这种情况一拥而上 这口子就越巴越大 于是啊 就冲开了一条血路 那看样子指着这个面对面 拼刀子 这缅甸人还是不行 这口子越巴越大之后啊 这骑兵可就攻上来了 渐渐的 这缅甸人的 这承寨可就守不住了 就这样的 清军用了两天的时间 拿下了十六座连城 这缅甸人呢 扔下了几千具尸体啊 大军退守回了阿瓦方向 这满街一战清军 大获全胜 乾隆皇帝在北京城啊 接到这个战报之后 这鼻听炮都要乐出来了 自打这清军呢 和这个缅甸开战以来 这皇老爷子就没这么高兴过 提起笔来 刷刷点点写了一道旨意 这才要封赏前线 有功之臣 还能跟那位吻 走 quindi 再次结束 优优独播剧的时候 分明 优优独播剧场